投履历到外商公司 跨国企业却总是被发无声卡 你可能也犯了以下错误 以为把中文履历直接翻成英文就行 甚至还用Google翻译 把Coverletter当自传在写 身家背景都介绍完 还没有见到求职动机 错把英文面试当成生活绘画 没准备就想靠临场反应通关 大家好,我是申芷希老师 拥有英语专业教学背景的我呢 曾经在政大、商学院 以及各个大专院校的授课 目前是MandernX中文课的执行长 在我多年的教学经验中呢 我发现很多很求职受挫 不是因为能力不足 而是不懂得如何用英文来包装自己 没办法清楚的让自身的优势被传达 因此在这门课当中 我不仅能教你最精准的英文履历 及面试准备方式 也能够从招募者的角度 告诉你怎么样包装 可以受到公司的青睐 带着你朝你的梦想工作前进 这门课会以六个步骤 带你完成一份西京的英文履历 其中最重要的包含 以CAR、CAR、策略群组化自身亮点 并以子弹具凸显成就 此外 会提供给你求职信 Covered Letter 的撰写模板、元素 并教你如何举一反三 写出给不同公司的客制化求职信 最后会带你了解英文面试的常见问题 以及虚避开的地雷 再借由与几位外国创业家的访谈 揭露更多资方选材考量的秘辛 想让你的能力被看见 一举拿下外商公司 跨国企业的高薪工作吗 我是申芷熙老师 邀请您一起加入课程 用一门课 搞定你的英文履历面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